60年前,一批纽西兰军人派驻我国的时候 在霹雳太平建造了儿童游乐场 希望为孩子们带来欢乐 如今,威武的军人两兵发白,就地重游 看见游乐园不受岁月的摧残 依旧完好,深受感动 而当时的美好回忆也再次浮现 我们一起跟随镜头 听听这一批外国军人的亦当年 在60年代初 纽西兰政府曾派遣军人协助我国抗战 当时,大约800名的纽西兰第二排机炮军团士兵 先在霹雳太平停住服务一段日子 平时他们穿梭二黄山进行森林训练 随后前往江沙、伊利和天梦娥训练 同时协助当地原住民 直到1961年功臣身退回国 60年过去了 一些曾在太平服务的退伍老兵 跟随纽西兰马来西亚退伍军人协会 到我国旅游 并特地前往太平就地重游 获得武装部队和太平市议会的欢迎 踏上这片曾经熟悉的土地 许多回忆涌上老兵们的心头 纽西兰推伍军人加拉赫说 当年停住太平 队长阿伦阿姆斯特兰建议 在太平湖畔新建一个儿童游乐场 好让当地孩子有个玩耍去处 因此军人们亲力轻微 在公园建了三个滑梯 也造就一代太平人的集体童年回忆 如今再回到老地方 游乐场不单是保有原貌 甚至添加许多设备 老兵们不禁感到欣慰 退休军人们在儿童游乐场的 纪念碑石上 贴上纽西兰第二排气泡军团的徽章 以纪念他们曾经付出的汗水 和这片土地的情感连接 太平区国议员郑国林的代表 王欣源承诺 市议会将继续提升和美化 这个儿童游乐场 让游乐场带给更多人欢乐 在这边 好